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天白云的 今天有点冷 刚才上午还是阳光灿烂的 然后这会儿就阴天了 哎呀 这个6月3号了 2023年礼拜六 现在是中午一点左右吧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 那已经是晚上9点了 晚上9点了 1989年的6月3号的晚上 已经是枪声大作了啊 枪声大作了 这个我母亲啊 我母亲死活呀 这个骂我们呀 把我们几个孩子拦在家里了 我 我二姐 我三姐 我三姐夫 我们四个人 那会儿我哥 他单独有住处 然后 那会儿他结婚没有啊 我想一想啊 结婚了 结婚了 他就有儿子了啊 那个我大姐也结婚了 我大姐80年代初就结婚了 那会儿他可能住在朝阳区晋松那边 潘家园 他爷爷那会儿有儿子了啊 这个 然后我们仨啊 那个 就 我们四个人要出去 我妈死活拦着啊 死活拦着 哎 到 哎呦 我这心情啊 昨天晚上我说我这个就不要 哎呦 嗯 不要调言了呀哈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 啊 看了也 其他人啊 什么美国之音呀 什么自由亚洲电台呀 啊 其他的一些频道 一些一些媒体的访谈节目 啊 包括王丹啊 这个周峰索呀 郑旭光啊 吴仁华呀 宋书源呀 啊 很多很多人啊 他们的接受采访的 包括这个当初的很多的这个视频呀 录像啊 军队开着卡车 开着坦克 开着装甲车 开枪 然后老百姓流着血 受伤 死在那儿 是吧 哎呦 我这个眼泪还是止不住啊 是吧 我自己一个人 这个风衣足食啊 衣食无忧 可是我还是 我不是猪狗啊 我不是猪狗 我不是他妈的 我不是你他妈的 我吃饱了饭 我他妈就高兴啊 对吧 我不是这样的 我有我的情感啊 对吧 我有我的这个爱与赠 爱恨 对吧 爱恨情仇 我有七情六欲 我有喜怒哀乐 我有正常的价值观 对吧 我有人类 是吧 不是多高尚 我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 我面对同类 对吧 同样是人被杀戮 对吧 被屠杀 血流成河 对吧 这个大学生也好 这个北京市民也好 是吧 全国的人民也好 什么的 哪条我们说错了 你们他妈的没有他妈腐败吗 我操你妈 我就 你们压上的 你们他妈没腐败吗 是吧 我操你八辈祖宗 对不对啊 你们他妈的关岛 你们他妈拿着全体人民 对吧 你们拿着亿万中国人 创造的财富 你们他妈跟那儿挥霍 你们在他们那儿享受 你们压上是人吗 对不对啊 绝大部分中国人 都不敢像我似的说出句话来 对吧 当然在中国大陆另当别论 就是到了海外 都是沉默的 都是不发一语的 但是不代表他们所有的不说话的人 都是没有人性的 或者都是糊涂的 或者都是助纣为虐的 不是 他们只是出于恐惧 对吧 我在西班牙 我在巴塞罗那 我跟很多很多朋友 对吧 我多了不认识 我认识三百多个朋友 三百多个朋友跟我聊天 我们必谈的六四 几乎是一个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们都在聊六四 对吧 尤其是北京 是吧 在巴塞罗那也有很多我的老乡 对吧 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当然一些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 他们也知道 对吧 尤其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 六零后的 七零后的 当然五零后 四零后 还有个别的三零后的 对吧 从四五十岁到八九十岁 当然也包括年轻的 我们都知道啊 对吧 尤其是我们这个六四的时候 已经懂事了 已经进入少年 进入青年 进入中年阶段的人 我们肯定聊这些话题的 对吧 反正我是不可能忘这些事 对吧 不可能忘 当然面对着枪杆子 对吧 冲锋枪 机关枪 坦克 装甲车 面对着监狱 面对着所谓的法院 所谓的检察院 面对着警察 对吧 面对着居委会 是吧 这个街道办人处 区政府 市政府 我们惹不起人家 我们也只能逃 是吧 我也是个怂人 我也是个懦夫 对吧 但是我不会忘了这件事啊 还有一件事 其实我挺纠结的 是吧 这个昨天 有一个节目吧 也不是叫一个节目 就是说 在那个尼泊尔这一侧 喜马拉雅山 南坡 说有一个江苏 江苏登山队的一个女的 她没有请那种当地的 特别能爬山的那种夏尔巴人 夏尔巴是不是库尔喀呀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 反正就是那种职业挑夫 职业的那种帮助你登山的人 当地有这个族群 据说在中国西藏 也有少量的分布 是中国五十六个所谓的民族之外的 那个七十多万人当中的一个 夏尔巴人啊 或者可能叫库尔喀人 然后啊 说救了他了 有一个人 本来人家能登顶 是吧 对于登山的人 能够登上世界最高峰的 喜马拉雅山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珠穆朗玛峰 一辈子就等于是梅白活 就相当于朝圣了 相当于穆斯林啊 伊斯兰教徒的哈吉 去过卖家 对吧 然后那哥们特别仗义 特别好 一看那个人快死了 那女的说 我不登山了 然后我把他救了 当然你要另外付钱 给这些夏尔巴人 对吧 那后来他说我掏一万美元 但是把那个人救活了之后 那个女的说 我没让你救我 我没让你救我 啊 这钱我不掏 你说他妈孙子不孙子 对吧 然后我说中国人 都是白眼狼 中国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然后有人说 你怎么能说中国人都这样呢 是吧 其实他们不明白 这个都不是百分之百 对吧 我统计过吗 我有这能力吗 我只是说的很多中国人 对吧 就像我 比如说我从小出生在北京 有人跟我说北京人是傻逼 北京人操蛋 我一般的都不反驳人家 因为比如说他接触过五个北京人 这五个北京人对他都不好 是吧 就像我 我跑遍了全国各地 除了西藏和海南 我没去过 对吧 我也遇到过很多坏人 很多坑我的人 很多欺负我的人 对吧 中国人有句话 出门矮三分 那我说什么了吗 我能说某某地方的人 就都坏吗 当然不是这样 对吧 所以我也不抬杠 是吧 咱们我要说什么呢 我举这个例子 就像有人说知黑 说中国人知那人 都是坏的 就应该全给宰了 我倒认为不至于 但是中国人素质差 自私 自私怎么造成的 一个是政治体制的压迫 把人异化 大家明白吗 异常的异 异化 边缘化 异化 对吧 扭曲 久而久之 政治高压 让你人和人之间原子化 碎片化 互相揭发 人还能好得了吗 越来越坏 一个是政治 这个是绝对的一个重要的 也许是第一位的条件 外部因素 各种的压力 挤压你 压迫你 就像千金重担 人不就是 人在矮颜下 不得不低头吗 最后也都变得 跟他们老鼠一样 互相揭发 互相告密 互相使坏 互相给你下半 互相他们的儿媳妇大肚子 装孙子 对吧 另外中国的文化 三纲五常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为臣刚 什么父为子刚 父为七刚 这三纲五常 这一套王八蛋的东西 对吧 传统文化 不敢说百分之百 我一说百分之百 肯定又有人来 怼我 跟我抬杠 百分之八九十吧 也都是一些糟粕 儒家 儒家就是等级制 远近亲疏 掌幼尊卑 高低贵贱 让你心甘情愿的 这个接受等级制 当奴才 当你这个等级的奴才 然后你一辈子的目标 就是光宗耀祖啊 出人头地啊 做人上人啊 就是比如说你是第九级的奴才 而你这辈子爬 往上爬 变成第六级了 哎呀 你牛逼啊 给你们家弄一大牌坊 是吧 什么什么状元极地啊 什么五代六宫啊 四世三宫啊 就跟你元少元术啊 是吧 曹操不还被人瞧不起吗 中国人就讲门第 门当户队啊 你像北京的四合院 我们家是亲王 亲王的大门有多宽 郡王的有多宽 我们家这个亲王的大殿上 有几条龙 皇上家有几条龙 故宫 那个琉璃瓦是黄的 那是明黄的 哎 你亲王那个黄 还不能一样 对吧 亲王 郡王 背了背子 什么镇国公 府国公 是吧 哎呀 等等等等啊 是吧 女的公主 啊 是吧 郡主 县主 乡主 哎呀 什么古籍啊 妇科籍 科籍啊 妇处籍 处籍 所以你说中国这一套东西 混蛋不混蛋 对吧 中国人他们恶心不恶心 对吧 当然 最恶心的 最他妈坏的 最没人味的 还是中国这帮当官的 这帮王八蛋 这帮王八犊子 这帮畜生 对吧 还有 啊 对 咱没有说到啊 我这个一扯 就不知道扯哪去了 我也属于扯蛋啊 我这也是扯蛋 唇牌扯蛋 呃 说到这儿啊 我也不能刚才又又哭天抹泪了啊 我这个人眼窝子浅 咱们说实话 你说中国人素质差 是素质差 我承认 表现出来的真他妈差 2008 2009 我搞业主维权 给我们小区 周边小区 挽回经济损失 20个亿人民币都不止 那无形的 我给大家挽回来的身体健康的 对大家的那种好处 那没法拿钱衡量 那有人管我吗 没人管我 对吧 很冷漠 很自私 还有人怀疑我 我有什么 他妈的 呃 要追求什么什么利益 那么这些人全是畜生 啊 但是 咱们说白了 唯一的 我从小到大 因为8964的时候 我也十好几岁了 是吧 我都上班了 8964之前的一个多月 确切的说是51天 啊 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不是六肩膀不扛 扛 中国人绝对扛 中国人绝对按东北话叫立棍 啊 中国人绝对是爷们 对吧 谁要说中国人只能被共产党统治 只能被贪污腐败分子统治 中国人只能被人家骑在头上拉屎 骑在脖子上拉屎 绝不可能 谁说这话 我就想抽他大嘴巴 对吧 绝不可能 那个一个多月 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人性 人性的光辉 对吧 大学生绝食 啊 这个各大医院派救护车 派医务人员去抢救 对吧 大学生在广场没吃没喝 全国各地的 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海外的华人 华侨 侨胞 包括世界各地的 去帮忙给捐款 给送水 给面包啊 给送吃的 对吧 给钱 啊 而且军队冲进来的时候 北京市民啊 当然了 也有在北京的外地人 以北京市民为主 毕竟这事发生在北京 对吧 全国的人站在前面 站在前面去保卫大学生 对吧 当然大学生也往前冲 也不分啊 也不分什么学生市民 对吧 我们叫中国人 我们是顶天立地的 坦坦荡荡的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谁要说中国人 几千年以来 就活该当奴才 对吧 这种人 就是他们独裁者的帮凶 就是他们独裁者的狗奴才 你们他妈的愿意 当这种狗奴才 你们愿意一辈子给人家舔 跪舔 给人家舔菊 那是你们他妈的 愿意当这种狗奴才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对吧